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有超过6500栋受保护的电污 建于1840-1960年代期间 土地地气 也就是产权通常分为99年 999年以及永久产权 中国媒体财新通过查询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文件发现 张英伟新加坡公民 于2024年1月5日称为Darkston Victory Darkston E Holdings和72Darkston三家公司的董事 文件还显示 一家名为Jasmine Flourish的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公司 收购了这三家公司的多数股权 据彭博社消息 Jasmine Flourish是从新加坡Clifton Partners和开曼群岛注册公司PREP SGDE 收购了这三家公司的多数股权 这三家公司持有达市领路70、71、72号三栋电屋 由于电屋在新加坡多为历史保留建筑 重建或改建需要向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申请 财新也去查询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相关文件显示 达市领70-72号电屋于2023年11月17日 已对已批准的综合开发项目的增建和改建进行修改 开发商为ZRC Fancy 目前担任Clifton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 这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 主要投资新加坡保护电屋的房地产投资公司 在其官网的投资组合里 即展示了达市领70-72号电屋的相关资料 这三栋电屋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位于新加坡市中心丹荣巴格堡流区 占地总面积为约300平方米 属于99年地气项目 目前剩余的租期还长达约63.5年 这是继2019年张英斥资两亿元人民币 在新加坡买下富人区别墅后 再次大举购入新加坡地产 目前新加坡房地产交易网站 Edgeprop上三栋电屋的最新成交记录尚未更新 仍停留在2018年 当时的成交价格分别为755万 735万及730万新元 总计2220万新元 这意味着张英本次支付的价格 可能为6年前成交价格翻倍 每平方英尺价格也远高于 达市领路2021 2022年类似电屋的价格 新加坡伯纳地产公司中介 Daniel告诉财新 张英可能使用现金支付房款 所以房产网站尚未显示最新成交记录 面对如此高的估计成交价 有房地产中介分析认为 可能是因为近期重建及改建导致 6年时间价格翻倍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电屋在新加坡多为历史保留建筑 重建或改建需要向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申请 财新查询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文件显示 达市领70-72号电屋于2023年11月17日 你对已批准的综合开发项目的增建和改建修改 该开发项目包括三个单元的三层电屋 带有屋顶加层 其中一层单元将从咖啡甜品店改为餐厅 文件还显示 开发商为Zain R.C.Fancy Zain R.C.Fancy的个人领英 称其拥有超过20年的房产投资经验 目前担任Clifton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 这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 主要投资新加坡保护电屋的房地产投资公司 在其官网的投资组合里 即展示了达市领70-72号电屋的地理优势 及历史渊源等 视频前面也提到 这并非张英首次买入新加坡房产 2019年张英被报道 赤资4000万新元买入位于新加坡富人区 五级之马维多利亚公园 移动面积仅3万平方英尺的双层别墅 该别墅目前正在改建中 由于新加坡限制外国人购买该土地产权的别墅 因此当时外界推测张英已更换为新加坡国籍 当时新加坡商业时报也报道了这则消息 并提到购买该房产不需要当局的批准 据可查询信息 购买别墅的使用的是UBS瑞士银行信托 因为是有地住宅 信托的受益人应该是新加坡人 关于马云移居新加坡的消息 过去十多年 时不时就会传出一条 最近一次是2023年年初 2023年1月27日 有记者就此前在新加坡筹建全球总部的传闻 向相关负责人求证 被明确告知不实 细无毒 阿里巴巴相关负责人表示 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 生长在杭州 发展在杭州 阿里全球总部始终在杭州 是自然也是必然 不过多年来 阿里巴巴许多早期联合创始人 比如彭磊 圣一飞等等 如今都已经定居在新加坡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圣一飞 在2015年 同样在这个五级之马维多利亚公园 买了一套优质洋房 圣一飞巨信也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 同样是在2015年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的孙童宇 挥金5100万新币购买 加封豪亭第32层和33层的顶层单位 是整个公寓里最贵的一套顶层富士大宅 拥有空中花园 专用电梯和泳池 这笔交易额 相信已刷新在新加坡最贵公寓单位的记录 2022年 据新浪及网易新闻消息称 阿里创始人之一 曾任蚂蚁金服CEO的彭磊 在近日已经移民新加坡 2021年 彭磊以29亿美元的身价 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财富榜 第1064名 彭磊带着巨额财产加入新加坡 被当地媒体报道 称将冲击新加坡首富的地位 再回过头来说 此次被曝光的 马云妻子张英大手笔购入新加坡商业房产 比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三栋电屋 一并被确认的张英持新加坡公民身份 更是关键的信息点 马云最近传出消息是在大年初五 在社交媒体上 有网友爆出马云携带一家子 在新西兰过年 还成人挺和善的 本人看着很年轻 比电视上帅 据悉 张英在阿里巴巴发展早期 曾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是阿里的第一批员工之一 据说张英的阿里巴巴员工号 12号 只在马云之后 关于马云的国籍 过去也有很多说法 2014年前后 有媒体报道称 马云已通过投资移民落户香港 已正式称为香港永久居民 报道称 马云自己曾透露 已在港置业 希望晚年在香港度过 对此 阿里巴巴通过微博否认称 马云户口在杭州 移民香港消息不实 马云本人以后也将不会移民别处 随后 马云本人也发布声明称自己 没有移民打算 做杭州老庭好 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计划 在2020年8月 蚂蚁集团向上交所科创办 递交上市招股说明书 并同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 A1招股申请文件 招股文件称 马云为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 此次招股书显示 马云国籍为中国 且不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2020年10月 马云在上海一场金融峰会上 公开批评中国的监管机构 一个月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突然叫停 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 此后马云一直极为低调 甚至销声匿迹 在2022年年底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 最近曾报道 小时在公众视野中 两年的马云及家人 已在东京生活了近六个月 期间曾在东京郊外的乡村温泉和滑雪圣地逗留 并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 马云在东京逗留期间一直保持低调 并将公开活动降至最低 马云住在日本东京银座 这件事在媒体报道下成为众人皆知的事 很多的报道文章多以马云定居日本为标题 于是有人提出疑问 马云不过在日本居住了半年而已 这算定居吗 有媒体解释因为马云拥有特殊身份 及特别通行证 所以能在日本居住这么久 2016年 马云以联合国特别顾问的身份 获得了红色特别通行证 在联合国系统内部 该特别顾问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助理 该项任命由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为马云签发 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 马云已成为正式的联合国官员和全球公民 联合国通行证分为蓝卡红卡两种 大多数官员持有蓝色联合国通行证 第一级 与公务护照非常相似的法律地位相似 但是 持有人的外交地位可能需要被授予外交签证 红色联合国通行证 第二级 颁发给特别高级官员 根据他们的职位可能被赋予外交特权 因此 红色联合国通行证类似于外交护照 有一部分人便把马云能长期停留日本 与这个红色联合国通行证给联系了起来 但需要说明的是并没有任何报道 证实这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